4月4日是国际地雷行动日 在国际维和战场 有一群这样的中国维和军人 他们正在诉有中东火药统治称的黎巴嫩 执行维和任务 为当地人民扫除雷幻 扫雷排爆也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蹈 他们用专业的军事素质 精硬的战斗作风 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维和军人的使命与担担 黎巴嫩南部与以色列之间的临时边界线 南县地区被视作死亡地带 上世纪70年代以来 双方在这一地区设置了上千个雷厂 埋设了数以十忘记的地雷 黎巴嫩地区降水充沛 有的雷厂经过几十年的变化 已经变成米林 有的地雷早已在雨水的冲刷下发生未移 雷厂上的每一步都意味着未知的风险 我今天挖掘的这枚地雷情况比较复杂 首先有一块很大的石头 挡住了我前进的方向 这里植物比较茂密 根系很发达 这个地雷也被树根井井地缠绕着 是我在作业的时候非常小心 因为任何失误都可能会引发地雷发生爆炸 在这支扫雷队伍中 除了经验丰富的老兵 还有许多是第一次执行扫雷任务的新兵 00后女兵许小璐就是其中的一位 很难想象的是这位00后女兵最初从事的是通信专业 无论是男兵还是女兵走上雷厂都面临着同样的风险 在作业时我曾遇到过野猪冲出来在雷厂上横冲直撞 我还遇到过蜈蚣和毒蛇 要是以前我肯定害怕地大叫起来 但是现在我特别平静 因为这样会影响到其他作业手挖雷 所以我觉得参加维和扫雷任务 对我来说成长进步特别大 维和战场上的每一天都充满着惊想和挑战 扫雷场上的每一秒更是生与死的考验 在远离祖国的国际维和战场 中国扫雷官兵用自己的勇敢与丹丹 赢得连离部队和当地民众的广泛赞誉 所以这种项目的建造成的状态 是同时所谓的维持ed哈冰所 所谓的取消货带流亡的产品 在这种以复杂的效果 而在所谓的状态 他们将有利用的补华 在其他活动的潜在 和其他活动的利益 还有这种全会是公司的良好看 最終會在利班人的利班人上來 對於UNIFIL 我當然是非常感謝你的努力 中國自2006年向黎巴嫩派遣維和部隊以來 截至目前 累計完成約200萬平方米疑似雷區 爆炸物散落區 以及14000多米巡邏道路收牌 發現和排除地雷 及各类微暴物共1.4万余媒 为维护黎巴嫩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作为专业的维和扫雷力量 必须始终保持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坚持一流的工作标准 旅行好刀剑舞者的职责 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中国力量